看到这几天为了抢救这个黄小妹妹 那么各界是激励的来祈福 更有许多热心的民众送上了礼物鲜花 来替这个女婴加油打气 但没有想到说昨天在医院 却是目睹了这个女婴是已经过世了 那么其中有一个年纪不到30岁的检察官 因为他相验的时候看到女婴满身都是伤痕 真的是相当的不舍 他也呼吁天下父母 真的不要再做出伤害孩子的傻事了 黄小妹历经抢救这四天 外界不断涌入关心 还有一对夫妻带着小孩送上花束 要替黄小妹加油打气 听到这个二号同样也作为母亲的民众 忍不住难过掉泪 心疼黄小妹的遭遇 天下应该没有这么悲惨的事 所以对这件事情是很同情 她说希望先给她最好的方法 真的 我觉得真的太残忍了 各有民众特地从台北南下 要送烫伤药给黄小妹 但目睹的却是这一幕 抗因案引发社会关注 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岁的检察官得知悲剧 身穿黑衣来到医院太平间详宴遗体后 忍不住提出这样的呼吁 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一叹 跟心痛的案子 那希望全天下的父母都能够 为了自己的小孩 做最好最好的打算 跟生活上的安排 因为小孩真的是无辜的 黄小妹的悲剧 不止民众悲伤落泪 就连一向执法严谨的检察官 看见女婴全身伤痕 男人心中不舍 周年新闻 陈梦慧SNG小组 张华采访报道